大家好,我是棚子 回家了 回家你看 我爸他们在这反正咋说了 回来心情都比较好一点 嗯 这我家的 核桃树 这我家 这我旧团种的葱 这我家的地面没人 他们在种的 桂花树 花椒树 这才是农村生活 给大家看一下 特别不错 欢迎来我们闪蓝汉中做客 我们这是不是挺美 这就是去我家的道 门口这呢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都有 你看 到镇山特别方便 因为我们这边是古栈道嘛 你看看 看到没有 那是山 看 回来我爸 邻居多嘛 心情都特别不错 我家的核桃树 看之前我爸种的 这是种的地 我爸种的无花果树 哎 这小沟 哎 大家看这水 你知道吧 你看看这昏昏的 其实它很干净 从那个大坝里面流出来水 这上面也没有啥污染啥的 看得黑 因为前段时间刚下雨 哎 种的葱啊 种的葱啊 啥呢 这手把种的桂花树 种的姜豆 嗯 这样都是我救他们的临时在这种的 嗯 你看 花椒 看到吗 花椒也不用打药 嗯 但是没打熟 嗯 接着翻不翻 看 哎 待会上我旧家那个姓树去转转 那姓在我们的当地很有名 但他们一般顾不上麦 所以整掉了一大片 一家房子 哎呀 如果不牵扯上班 是住的农村也挺美的 你看是吧 尤其我们闪蓝 早上还挺凉快 树底下一呆 好了 回来的地比较宽 你知道吧 路也比较宽 出门就是院子啥的 他心情也比较好一点 嗯 环境气候反正都是比市区的 方便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